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突轮机构 我们看利用损性法 如何做突轮机构的速度分析 那么这是我们看 一是机架 二是突轮 三我们叫推杆 它这个推杆是一个平底的 我们叫平底推杆 那么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机构 当突轮转动的时候 匀速转动的时候 它可以把这个运动 可以使推杆实现了往复的运动 而且有的时候可以实现停歇 这样的机构 那么现在我们说 已知机构的尺寸和突轮的角速度 Om2 这时候要求重动件 也就是推杆三 构建三的移动的速度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利用损性法如何来确定 那么显然 已知构建二的运动 因为构建二是做匀速定轴转动 那么构建上任意一点的速度 它是可以确定的 那这时候要求构建三的话 一定是建立 已知运动构建和代求运动构建 它们直接的损性 P23 那P23位置怎么确定呢 我们知道 二和三呢 它属于高幅接触 而且这个高幅呢 有接触点呢 它有相对速度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兼有滚动和滑动的 所以它们的损性呢 它一定是过接触点的攻法线上 你看这是接触点 那我们确定的 就是在图示位置这一点 那么过接触的攻法线 也就是P22的 一定在NN这个攻法线上 至于在哪一点 就这个 从高幅角度来是不能确定的 只能确定在这个NN这个线上 还要利用其他的条件来确定 但是我们知道 由于这个机构的 本身有三个构建 其中两个运动构建 一个机架 这三个构建呢 它们之间有三个损性 应该符合呢 这个三星定理 那我们说 这三个损性呢 应该位于同一支线上 那么构建二和三 与机架的损性在哪呢 那这个一个是转动负 一个是移动负 所以我们根据前面概念呢 这个转动负一一二 它的损性就在 这个固定角链处 图轮和机架组成的固定角链处 那么转移动负呢 三和一的移动负呢 应该在垂直导路的无穷远处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 P一二和P一三的连线在什么位置 那显然就实际上呢 就是过P一二 做垂直导路方向的垂线 就是P一二和P一三的连线 那么P二三 既在这个公法线NN上 同时也要在P一 P二三的连线上 那应该在它的焦点处 这一点呢 就是P二三 我们找到了这个损性的P二三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损性如何来确定 那么我们想 利用这个速度建立 这个方程 就是利用P二 因为等速重合点 所以这时候呢 那么对构建三来说 它是一个平动构建 那么任何位置点的这个速度 都是相同的 就等于呢 P二三在这一点速度 那么同时对构建二来说 突轮来讲 那它的速度是等于什么 就等于P一二 P二三这个距离 乘上比例尺 这个线段长度 乘上比例尺 再乘上Om2 那这时候呢 速度方向的 两构建在这一点的速度方向相同 由于突轮呢 我们可以看方向呢 是向上的 那这时候呢 这个推杆的速度方向也是向上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求得了 从动建三的移动的速度 大小和方向 那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V呢 这个速度啊 直接就等于写出来的 非常方便的 那么如果要是我们按照 矢量方程图解法 对高福机构啊 用矢量方程图解法求解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 就是直接用高福求解 建筑开碟 建立呢 它的利用重 两构建 重合点的关系 来进行的求解 那同学下去可以做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先把这个 突轮机构 是高福机构 先进行高福地带 地带以后呢 再进行求解 那么 代用矢量方程法图解 那么这两种方法呢 相对起来 都要繁琐得多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出 利用损性法呢 求解速度啊 是非常快捷的 那么在这还要做一个说明 虽然呢 我们用损性法 做机构的速度分解啊 特别对于简单机构 尤其对于构建数越少的 我们的矢链四杆 就四个构建 而这突轮机构呢 有三个构建 那这时候呢 它这个构建数越少 看得越简单 但是呢 当你的这个损性的位置 如果落在这个纸面之外啊 那你这时候呢 你就没办法利用 这个损性来进行求解 所以这时候会造成呢 求解的困难 而且呢 这个损性法呢 它只能用于 机构的速度分析 而不能用于呢 机构的加速度分析 所以它这个 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么上面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介绍了 这个速度损性的方法 所以速度损性法呢 在这个速度分析中呢 它有它的一些优点